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继续我们的橄榄球世界杯之旅 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40分了 天已经有点晚了 但是呢 我还要坚持啊 把整个这次的2019日本橄榄球世界杯整个的系列要给大家报道完 一开始承诺给大家了 我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 当然这个呢 确实啊 也有很大的乐趣在 给大家先简单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 昨天呢 一共进行了三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呢 是澳大利亚对乌拉圭队的比赛 大家知道呢 这是一个世界一流强队 对一支三流队的一场比赛 应该按说比赛呢 没有什么悬念 上半场呢 乌拉圭队做了一些英勇的抵抗 但是到了下半场呢 很快就被打垮了 最后的比分 45比10啊 应该说呢 比分也不是差距那么大啊 应该说乌拉圭队呢 也有他的表现 还得到了一个打阵 打得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场比赛呢 是一场力量之战 身体对身体 这是以往的印象呢 应该是一场典型的北派打法的一场比赛 那就是英国队对阿根廷队 两边呢都身材高大 打法呢 按照以往的印象比较雷同 通过那种凶猛的冲撞啊 尤其是几个人搭起来组成人盾 猛烈的冲击对方防线 让对方防不胜防啊 这种打法屡屡得手 但是昨天看完了这场比赛呢 应该使很多人改变了对英国队传统的一些看法 原来英国队拿球 撅着屁股在那拱哈 然后呢得三分就有罚球就踢了 呃就是很少在一场比赛里拿到打阵 拿到踹啊 过去呢 英国队一拿球 很多球迷就在看台上起哄啊 一块这个高唱 Boring Boring England什么的 就唱这种啊 就说明英格兰的这个Rugby打的是非常的沉闷啊 但是呢从五六年前开始 那位澳洲出生的这个算什么呀 算欧裔和亚裔浑血的这个著名的橄榄球教练 埃迪琼斯到了英国队执教 简单说两句 这个埃迪琼斯 埃迪琼斯呢 他的出生地在澳洲的塔斯曼尼亚那个岛 澳洲那个国旗下边不是有颗星吗 他就是在那颗星 在那个岛上出生的 我印象里他母亲应该是日本人啊 他的父亲是一个欧裔 所以说呢 他同时应该具有澳洲和日本的双重国籍 当时呢 他最早在澳洲当橄榄球运动员 后来呢 这个退以后当教练 非常有脑子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练 曾经呢 带领过 应该是2003年 我记得 曾经带领澳洲队 打进过世界杯的决赛 最后当时好像是输给了英国队 那时候英国队还是那个踢法 那原来那个Boring England的那种打法 张尼沃克森啊 大家还应该记着那踢球的时候 那手那样 那特逗的那哥们 那个时候啊 当时呢 是输给了 应该说我印象 输给了英国队 从那以后呢 这个艾迪琼斯好像和澳洲的橄榄球协会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 后来呢 就辞职不干了 飘然远去了 不给澳洲干了 去了哪了呢 当时就去南非 后来呢 就落到了日本 他在南非当技术顾问 当助理教育教练啊 后来呢 到了日本呢 就开始创建这支日本国家队 你现在的很多场上的老队员 实际上都是他当初一手带出来的 今天打完了阿根廷这场比赛 作为英国队的主教练 打完这场比赛呢 他马上接下来 就是这个日本队对萨莫队的比赛 当时呢 埃迪琼斯没走啊 他就坐下来 接着看他曾经带大的这支日本队啊 接下来的比赛 当镜头扫过他的时候 大屏幕上有吗 全场起立 欢声雷动啊 向这位埃迪琼斯 当年对日本国家队所做出的那种卓越的贡献 表示感谢啊 应该说这场面非常的感人 我想他本人也非常的欣慰 你想他带过这种风格的球队 南非队啊 澳洲队啊 包括日本队 当时英国请他去 就是要改造英国的橄榄球的一种风格 英国橄榄球呢 以前太仪仗身体啊 这个呢 打的确实是不好看 呃 后来埃迪琼斯去了大概有五六年了 应该说对英国队的改造是成功 今天整个对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打出了力量和速度结合的一种水准 英国队本居比赛呢 第一场打汤家队 汤家队身体也非常的强壮 力量对力量 当时英国队打的不好 严格讲啊 组织啊各方面非常的声色 用今天艾迪琼斯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话讲 非常rusty 就打的非常生锈 大家都找不到配合的感觉 最后没办法 又回到老式的英国橄榄球 搁几个搭着肩膀一块往前拱 用那种丑陋的方式 最后击败了汤家队 赢了也不露脸啊 这个赢完了 这个自己说白了也不高兴 后来下一场比赛打弱队啊 还行吧 打的应该说到下半场比赛打的还可以 但是今天对阿根廷这场比赛 应该说有前边两场比赛热身 这场比赛呢 来的正是时候 他开始整个英国国家队开始出状态 这特别是今天下半场的比赛 上半场呢 阿根廷队呢 和英国就进行了激烈的对抗 但是非常遗憾 在17分钟的时候 他的主力的5号 非常生猛的一员大将 在防守的时候 防守对方12号的时候 对对方带球冲过来 他用肩部来冲撞对方的这个大脑啊 脑脑部 这是一个严重的犯规动作 是有点故意伤人的动作啊 会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为双方呢 这个都带着速度 相向而行 速度力量是相加的 所以说那一下当时撞的确实够呛啊 直接主台犯红牌 把这位主力的核心5号发下 这一下呢 应该说以力量建长啊 以这个前锋建长就中间那几个胖堆 大个儿建长的 阿根廷队应该这一下吃了大亏啊 所以说你这一场 基本上这个人一下去 14打15 你本来就是下风 和英国队打 英国队占六成 阿根廷队占四成 结果你又折了一员大将 那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没什么悬念 最后呢 英国队39比10 在下半场呢 把阿根廷队基本上摁在了地上 彻底打垮 但是阿根廷队应该说 站到了最后的一分钟 最后比赛完了以后呢 全场球迷对阿根廷队的顽强的表现 也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站着掌声雷动 在日本队对撒末的这场比赛呢 严格讲 我并没有看到正场的比赛 我只是看了一个十几分钟的集锦 在看到的这部分集锦里边呢 心里是产生了一点小的疑问啊 给了一个邦纳斯 给潘纳提踹啊 这日本队搭起架子 在往前拱的时候 撒末队试图拉倒他们 拉倒了 按说呢 这个应该给个任意球 然后呢 可能甚至要给黄牌就完了 结果直接就给踹了 应该说这个离底线 大概还有七八米远 是稍微远了一点 这个裁判呢 有点 我看今天的裁判是有些问题的啊 然后呢 在空中跳起来接球 然后对方冲撞 这是一个犯规动作 给黄牌反正是有点过 而且特别是当时 撒末队已经先有一个队员 被小罚出场十分钟 结果就在这个期间 再次把一个撒末队员罚下 而且那个犯规严格的讲 可易啊 就是可罚可不罚 结果呢 也罚了 结果一度 撒末队在场上只有13个人 13打15 当然呢 日本队上半场就占尽了优势 当然日本队确实是比撒末队实力高 但是上半场裁判的表现 我还是那句话 用力嘛 是不是啊 就我 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裁判 是有一点小问题的啊 因为呢 日本队赢了撒末队这一场比赛 他现在这个基本三战全胜 应该说呢 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复赛权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 他已经获得了前两名 最后一场对苏格兰队的比赛 将决定他是小组第一还是第二 我想呢 日本队最后一场尽管已经出现 他也会尽全力击败苏格兰队 因为为了躲开 现在这个非常恐怖黑暗的全黑队啊 要不然呢 他会当小组第二 他会打B组的小组第一吗 整个昨天的这三场比赛呢 基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这个比赛呢 还可以 质量各方面都不错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 今天晚上刚刚结束了 为什么给大家做视频这么晚呢 因为刚刚把全黑队的那场比赛看完啊 讲今天全黑队的比赛呢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段 我以前看到的一本书的一个历史故事 这本书的故事呢 我非常遗憾的时候把这个书的作者给名字给忘了 这还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在图书馆里看到的一个NBA球星写的一个自传 当时呢 他们马上太阳队 没有对勇士队 勇士队呢 当时有一个天王级的人物 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王啊 他就叫张伯伦 大个儿 大中锋啊 这个是技术 非常凶猛 打这场比赛之前呢 这个写这本书的呀 菲尼克斯太阳队的这个当家的球星呢 那时候NBA还比较松散啊 没不像现在 签个约什么的那么难 当时呢 就找到他了一个哥们 一个发小 就是原来一块长大 在这个社区打篮球啊 打野球 一块长大的一哥们 大个子叫布朗 他就领着这布朗去找这个太阳队的教练 说我给你领了一弟兄 要不然你试试 你看看 看看他能不能用他 一后来教练跟他聊两句 发现这布朗呢 脑子有点缺心眼 身体是贼棒 但是这个脑子转的有点慢 后来就说那你有什么功夫啊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后来呢就这个当家球星 就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就问教练 说你兜里有硬币吗 说有啊 说这样你把硬币掏出来 然后这球星呢就把这个教练举起来 举的很高 说你把这个硬币放在篮板的上颜 篮球那个篮篮篮板最上边那个颜上 这个教练就照着办了 然后这哥们一下来 冲着他那后边的傻大个上去 把那给我拿下来 结果那叫布朗的那傻大个跳起来 就把那个硬币从篮板的上颜给拿下来 当时菲尼克斯太阳队的教练一看都傻了 我的天哪 这弹跳什么模样 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 打个短工什么的 反正就干点啥吧 反正一万一要有用呢 能上个一两分钟过 干个脏活那活也行 就把这傻大个给留下了 当然也是冲着那个球星的面子 非常遗憾 我把他的名字忘了 然后呢就在没有多长时间 他们就对勇士队有一场比赛 比赛呢没打嘛 就比较落后 这时候呢就球星呢 就把那个布朗那傻大个就叫去了 你起来把衣服脱了 热身活动活动 然后他就跟那教练说 说我跟他使一坏啊 你别管 教练反正一看你干嘛 你弄吧 然后这哥们就找这布朗 说你看这对面刚才那大个没有 挺活跃 张伯伦知道他吗 知道 一会他要投篮的时候 你就在篮底下站着 别人你别管 在篮板底下站着 只要他一投篮 你就从篮板底下冲出来 把他那球给我扇到观众席上去 能扇多远扇多远 听见了没有 他听见了 这傻帽就站在这篮板底下 在那等着 一会儿张伯伦果然突破分球 进来了 把接到球以后起身跳投 结果这大个就从篮板底下就窜出来了 一下凌空高高跳起 在空中抓住张伯伦投出的球 狠狠就给扔关注席上 这种盖帽 那是全场要起立鼓掌的 当时张伯伦的脸都丢尽了 脸红脖子 还有这么盖我的 他当时NBA顶级的大王 那是超级球星 让人给盖这么一大帽 把球给扇到看台上去了 那脸都丢尽了 张伯伦就怒了 然后呢 这时候就开始 你就跟大伙就嚷嚷 你必须所有人把球都给我 这事发生在1963年的 其中的一场比赛 我还记得这个 把所有球都传给他 他不但连对手的球抢 他连自己人的球都抢 最后今天就我了 给打怒了 最后那一场球 张伯伦得了73分 是1963年的一场比赛 张伯伦是得过100分的大王 单场比赛得100分 你现在后来乔丹 科比当时那个篮球也变了 那时候的篮球还是 也没那么严谨 所以说有这种超级巨星 能得100分一场 那得啥模样 但是那场球 就他自己读得73分 后来就写这本书的 这个超级也是巨星啊 后来就发出一声感叹 千万别惹张伯伦 结果那天他说 他埋一扣啊 这个埋伏了一大个儿 说献他一下 结果没想到激怒了张伯伦 最后张伯伦得了73分 从此以后再别招这大个儿 实在太厉害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 说今天全黑队的题目 全黑队今天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今天全黑队呢 晚上的比赛呢 是对纳米比亚队 这场比赛呢 将近六点吧 开球啊 这个呢 八点多打完 不到九点 比赛结束 如果您要是晚一点开 就是打开电视 或者是打开这个电脑 来收看这场比赛的话 如果那个时间是上半场 30分钟的时候 你还感到非常的压抑 作为当今天下第一 打遍天下没对手的 这个冠军球队 全黑队对三流的 末流纳米比亚队 上半场打到30分钟的时候 如果那时候 你打开电脑和电视 比分是十比九 而且当时全黑队被罚下一人 什么情况 后来呢 我当时看到 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啊 我就立刻把这个 又倒回到前面 我说我从头开始看一遍 今天呢 老实讲啊 前半个小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是有一些客观原因 因为打弱队嘛 你像这个时候 摩昂嘎 比奥登巴罗特 斯高特巴罗特啊 等等大将里德 好多主力就都基本半个队吧 主力就没有上 用的都是年轻队员 都是替补队员 打的比较声色啊 就是尤其是防守的时候 互相有点接应不上 结果在防守的时候呢 连续出现了几次越位和犯规 主要还是互相照不住 犯规呢 人家就罚球 纳米比亚那小黑人小九号 踢的还贼准 三次犯规 三罚三中 人家得了九分 全黑队呢 当然也还以颜色啊 两次达阵 但是呢 上半场就最年轻的这个小弟 巴罗特三兄弟里的那个小弟 二十二岁的朱迪巴罗特 今天顶踢他哥 今天他打十号 上半场打的可拘紧了 球传的也很一般 然后呢 这两个加法 其实第二个加法很容易 就会踢的太低 结果人家冲出来 让人给捂住了 这还是很少见的啊 上半场呢 这个朱迪巴罗特呢 发挥的很平庸啊 这有点惊慌失策 上半场打的很不好 非常的慌乱啊 有点对不上位 攻呢 说白了 一通乱传 也看不出个路子来 这哪像世界冠军吧 就尽管是替补二队 那也不是这个水平啊 对不对啊 结果你这时候镜头几次 把拉刀看台 这个全会队主教练 大胖子汉森 搭了这个大脸 一脸的不高兴 什么情况 干嘛呢 这是 怎么打出这种球来了 十比九 当时呢 又急躁 找不着感觉啊 结果有一大个儿 被人罚下 这个防守的时候 拿胳膊肘子撞上脸 那也是恶意犯规啊 罚下十分钟 应该说打到半个小时 出现大跟他讲 描述的这个场面以后呢 十比九 一人被罚下 当时还有一度 是不是 我看很多观众 那乐看大了 当时那个和这日本观众 满坑满谷 满体育场都是人 站起来给纳米比亚队加油 这今天发现今儿要出事 这太好玩了 大伙的兴趣可高了 结果就刚才说的那句话 全黑队生气了 就怒了 刚才说张伯伦那故事怒了 得了73分 今天全黑队得了71分 从十比九 从那开始就不让纳米比亚的摸球了 基本上 当然后来你说绝对没摸也不到这个程度啊 就就就开始就红眼了 这一击眼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全黑队得了多少踹 我现在都已经很难数了啊 我给大家统计一下啊 到底得了多少个大阵 上半场两个 下半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总共得了11个大阵 给打击了 后果很严重 从30分钟得10分开始 在剩下的比赛里边 那就是意思就是连得了61分 纳米比亚队一分未得 惹全黑队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结果 当时也后来呢 有一些主力队员陆续的被换上场 实际上那边二号科尔啊 什么的这些上场 那都是后来就是打替补 六十多分钟以后上去 但是呢 场上那个上半场还在的 有好几个小哥几个 那时候已经杀红眼 今天的比赛呢 这个12号获得了本场最佳的这个比赛啊 最佳球员 当时有点打击啊 在他的带领下 全队 替补怎么了 替补也不能 这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十比九一人被罚下 咱们干嘛呢 咱们最后怒了 比赛后边的场面 咱就不给大家描述了啊 你就想象啊 一直愤怒的全黑队 最后给了纳米比亚队怎样的虐待 后来呢 今天呢 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呢 采访双方的队长啊 因为全黑队的队长今天是 Sam Whitlock 大个子 他很含蓄啊 说这个确实上半场一开始 有点小问题 也没说啥 后来采访这个纳米比亚的队长的时候呢 纳米比亚就讲了我们队呢 今年打世界杯 很多都是年轻队员 今天呢 打世界冠军 今天呢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经历啊 经历 多么难得的一次积累经验的过程 面对这么世界顶级的一个强队 尽管输了比赛 但这种经验千金难买 呃 我明白他说的那个经验啊 当然有和强队交手啊 各方面的看人家全黑队是怎么打球的啊 直接和他交手你体会的更深 当然呢 我想作为纳米比亚队 对很多年轻队员里面 他们肯定会牢记住这么一个经验 那就是千万别惹全黑队 你把全黑队打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啊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啊 这个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场啊 这个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比赛 愤怒的全黑队下半场 这个把对手打的简直找不着北了 现在呢 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 是法国队对汤家队的比赛 现在的比分是17比12 汤家队不好打 法国队也没那么强啊 咱们都知道汤家队在争什么 他在争小组第三 如果小组第三的话 下次没说吗 直接打进下次世界杯 就不用去打附加赛了 咱们都知道这些小的岛国国家 去打附加赛是很贵的 三四十人的一支队 漂洋过海 四处有人吃马住的 那确实是费劲啊 另外很多顶级运动员不爱回来 你打这种附加赛有什么意思 不爱回来 所以说确实很难 但这一组呢 英国 法国阿根廷 汤家 很不容易啊 所以说呢 汤家队今天卯足了进 赛法国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啊 所以说呢 今天汤家队应该说呢 有一定的表现 明天呢 没有比赛 后天到星期二 才有一场南非队对加拿大队的一场比赛 也是一场强对弱的比赛啊 我想呢 今天的世界杯的报道啊 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我想今天呢 最大的一个看点 那就是全黑队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